吃漢堡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有過一樣的經驗 不知手勢的髒兮兮 一往下看 發現還掉得一塌糊塗 其實吃漢堡也有正確的吃法 吃漢堡往往吃得滿手番茄醬 甚至被網友列為 第一次約會最不能吃的食物 要怎麼吃得俐落又優美 手勢是關鍵 就會這樣 我只放後面其他四隻放前面 就是沒有放小拇指 掉容易掉 日本電視節目聘僱三位科學家 用粒子法模擬出 最佳拿漢堡姿勢 結果發現一般人拿漢堡的方式 都會造成漢堡內層四射 而如果使用食指 中指 無名指 均等放在漢堡上 拇指跟小指 再放漢堡的底部跟背面 就能平均支撐漢堡 只要不用力過猛 這時的粒子 就能一致往嘴巴移動 真的是這樣嗎 食指 中指 無名指在前面 然後小拇指在下面 大拇指在後面 都沒有噴出來 不太會吧 漢堡吃法動用科學家解密 連切蛋糕也有配方 這樣子切 這樣子切 這樣子切吧 切一個三角形 對 三角形啊 為什麼 就大家都這樣切啊 傳統的三角形切法 會造成蛋糕與空氣接觸 下次再吃 口感就會變得又乾又硬 但如果改成一直線 切兩刀的長方形切法 取出想吃的區塊 再把左右兩邊重新靠攏 又變回完整蛋糕形狀 減少空氣接觸 打破傳統認知 透過科學幫發解密 下次吃東西 你也能從容hold住 解成紫芬 李佩萱 台北 我也可以找不得 希望曾經 他 我去迎收 但是它是